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红潮禁闻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6号星期二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美军两大动作前所未有 警告北京 苏紫云 美你在澳印度洋小岛建基地组中共 高层集体隐身 北戴河会议仅存象征意义 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日本议员抗议 越来越多中国人涌入马来西亚谋生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跟您分享一个很好的旅游项目 希望之旅 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 精品小团 不购物 不赶路 不拼团 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 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 设计的很全面 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深的旅游团很开心 9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 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 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 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景色呢 10月11月 日本台湾双导游 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 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 以上名额有限 赶快参加我们的旅游团吧 北美热线 加1-855-955-5227 发邮件联系我们 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各专家智库传媒都在关注中共对台湾的野心 韩国媒体8月6号发表分析文章指 美军最近做出两大突破性动作 向北京传递一个鲜明信号 朝鲜日报6号发表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直的文章 专门谈到美军在刚结束的环太平洋军演中 安排一个特别项目 美军隐形战略轰炸机B-2 投掷新型炸弹 击沉一艘排水量39,000吨的大型登陆舰 崔有直这篇文章列出这项军演的罕见之处 首先空军的轰炸机B-2 参与由美国海军主导的多国军演 是史无前例的事 其次B-2投掷的新型炸弹名叫快尘 2022年才完成首次试射 这次是快尘第一次被搭载在B-2上 另外中共拿来攻击台湾的 应该是075型两栖攻击舰和071型登陆舰 其中075型满载排水量为36,000吨 目前有3艘投入实战部署 每艘可搭载8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071型排水量为25,000吨 据说中共部署8艘 美军在军演中击沉的这艘退役登陆舰 排水量和规模与中共海军进攻台湾时 会使用的登陆舰几乎一致 美军这样安排 崔有直说 可以说是向中共军队发出 做梦都别想进攻台湾海峡的强烈信息 崔有直观察环太军演后总结说 美军会发射反舰巡航导弹 这是类似独针的新型隐形导弹 射程370公里 可以避开雷达网 并精准打击目标 这种导弹可以让中共大型军舰的防空网失效 然后美军出动B-2轰炸机 发射快沉就可以一举将共军军舰击沉 阻止其进攻台湾 目的是避免台海战争引发的美中冲突 演变成全球性灾难 军事评论家沈舟日前在大纪元发文 也专门关注美军在环太军演中 用快沉击沉登陆舰的安排 沈舟提到美国参联会主席布朗 在阿斯鹏安全论坛上谈到台海战争时说 我确信如果美中发生冲突 美国将取得胜利 但那将是堪比二战的重大冲突 我们必须动员全国之力来应对这个挑战 沈舟认为 布朗的回答表明美军正在准备一场大战 而不只是一场有限的冲突 布朗的话与环平军演都向北京发出明确的信号 中共一旦开战之后的过程和结局 都不是中共能控制的 大中型战舰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摧毁 战斗机折损大半后 中共也只能让出制空权 美军正在演练的这种局面 中南海是否能承受得了 美军将澳大利亚偏远的科科斯群岛 列入潜在的军事建设地点之一 这个群岛靠近中国石油运输的咽喉要塞 学者指出 这个群岛对美国吓阻中共袭击台湾至关重要 路透社5号报道 美军计划在印太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工程项目 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军事活动 美国海军在6月公布的一份建设招标书中 将科科斯群岛列为可能的军事基地 这表明美国军方在寻求进入印度洋领土的机会 科科斯群岛位于澳洲大陆以西3000公里 是澳大利亚位于印度洋的外岛领地 由27座珊瑚岛组成 岛上只有不到600名居民 另据报道 澳洲国防军说 科科斯群岛是澳洲在印度洋海上实施监视行动的要塞 而中共在印度洋的潜艇活动正在日益增加 澳大利亚政府此前表示 今年将开始在科科斯群岛扩建机场 以运载更重型的军用飞机 包括P-8A海神式反潜艇巡逻机 分析认为 科科斯群岛是美国嚇阻中共攻台的关键地理位置 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6号采访了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 这个是地缘战略的部署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 既有了迪亚哥加西亚 是在印度洋的中间点 这个科科斯岛是在靠南边一点的地方 地理位置比较接近 这个马六甲海峡 如果澳洲跟美国同意在这里部署新的美军基地的话 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对中共的海上运输 进行反制的任务 苏子云表示 美军占据科科斯群岛对中共就有比较大的嚇阻作用 科科斯岛基本上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 也就是如果必要的话 它可以封锁地温海 也就是澳洲北部 等于是说从马六甲海峡水道 还有地温海水道两个通往中共的海上运输线都可能会受到拦截 那当然对中共就有比较大的嚇阻作用了 此外苏子云提到 科科斯群岛比美国海军基地 迪哥加西亚岛更靠近马六甲海峡 而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一半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 若是中共敢在台海海深室 美方跟盟友可能只要封锁海上 就会让中共内乱 一个是能源的进口 第二个是粮食的进口 所以这些都像夏威奇一样平常就会准备好了 特别在印度洋这里既有的迪亚哥加西亚 再加上这个科科斯岛就变成印度洋的岛链 所以在太平洋第一岛链这里 有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的围堵 在印度洋这里则有美国澳洲跟英国的联合围堵 大致上就是两个前行的包围了 希望之声记者凯特 潘翔采访报道 8月5号周一 中共各大党媒有关中共高层活动消息基本消失 新华社发消息称 受习近平委托 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 因此外界认为 北戴河暑期休假已开始 戴河已无会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 每年夏天7、8月份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戒备森严 中共元老和在职高层领导人会集中在北戴河 以休假省市开会 近些年 随着习近平上台成功集权 中共元老也受压制 不断有媒体宣称 北戴河根本无会 只有休假疗养 对此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荣誉教授丁树范5号对大军表示 北戴河还是会有会议的 但上月的三中全会一定掉了 在北戴河上顶多讨论 要如何推动三中全会的决议 至于元老参与的问题 中共仍在世的元老年纪都大了 应该是没体力应对高层权斗 另外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色志 则对大军表示 现在 中共元老在权力分配方面的实质作用不大 但象征意义也许还是有一些 即便习近平在进入第三任期之后 高层内斗传闻也非常多 包括去年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出事的问题 或者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延后的问题 他的第三任期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掌权 但实际上却呈现稳而不顾的状态 所以习近平更强调安全的意识 北戴河会议的象征意义还在 但官方的态度会比较低调一点 过去 每年都有北戴河权斗内幕消息流传 《日经亚洲》曾报道 二十大后 习家军全面上位 习近平被认为权力空前巩固 但2023年的北戴河会议仍有内斗密文传出 以曾庆红为首的元老们向习近平发难斥责 以及中央军委前副主席池浩田 也对习近平阴沉着脸施压 对此 政治学者王君涛去年曾对大纪元透露 中共退休高层已自身难保 他们没有机会搞私人聚会 所有的中央高级干部都形同被软禁 他们的秘书 警卫 通讯员 司机 厨师等都是特务 由于中共政权经济面临危机 习近平向权贵家族收财产 几乎所有权贵家族都上交了部分财产 以换平安 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刘聪 今年7月遭非法绑架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 刘聪的姐姐是居住在日本的刘夕月 于8月5号在中共大使馆前公开宣读声明 要求释放她的妹妹 沈奈川县豆子市议员完善智章 沈奈川县毛起市市议员水岛成司 和三重县四日市市议员敌须致之也前来生远 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公开信中 三位日本议员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聪 等所有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人员 停止活摘器官的行为 信中说 希望中共党魁习近平能够反思 是继续沿着江泽民铺设的地狱之路前行 还是学习古代圣人姚和顺的智慧 刘锡悦呼吁说 立即释放无辜的妹妹 和其他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妹妹和妹夫修炼法轮大法 按照真善忍 修炼根本没有错 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 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 刘锡悦介绍 妹妹在修炼法轮功前性格很消极 但修炼后变得开朗 对工作也更加认真 自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地方派出所的警察经常骚扰妹妹和妹夫 2011年8月3号 刘聪被非法判刑4年 关押在沈阳女子监狱第10监区 冬天的夜晚气温低于零下20度 但刘聪被关在又黑又脏又臭的一个小屋里 一个月不允许穿厚衣服 只有一条薄薄的毯子 无法预寒 监狱官员指使其他囚犯围住他 辱骂和侮辱他 囚犯们被迫严厉的辱骂他 否则就会被殴打 因此 刘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2015年出狱后 他仍不断受到地方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和监控 电话被监听 外出时被警察跟踪 三重县四日市市议员敌须致之表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在国际社会曝光 这种行为等同于谋杀 是极度残忍的行径 绝对不能容忍 毛骑市议员水岛成思说 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早就听说了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必须向全世界传达这些信息 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一起努力 豆子市议员完善至章 称赞刘聪的勇气 表示25年的迫害和人权侵犯绝对不能被容忍 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更是全人类的问题 我们必须一起努力制止这场迫害 在中共大使馆前宣读公开信后 刘希月一行人来到日本国会 向参议院自民党籍议员片山高岳和田正宗陈述情况 请求帮助 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三年 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中国公民数量几乎翻番 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 马来西亚的大学和国际学校报告说 去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机构 招收44,043名中国学生 比2021年增长35% 另外 来到马来西亚做生意的中国人也很多 一名中方贸易官员透露 马来西亚约有45,000名中国公司的老板 管理人员和工人 高于2021年估计的1万人 目前有超过56,000名中国移民 持有马来西亚长期居留签证 是去年的两倍多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对金融时报表示 如今马来西亚的中国公民人数达到了15万 甚至可能达到20万 而2022年的中国公民人数约为8.2万人 中国房地产危机仍持续中 中产阶层财富大幅缩水 同时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年轻人失业率高 这些因素都在冲击中产阶层家庭的财富 很多人在对中国投资的前景失去信心 并纷纷寻找后退之路 在严格的疫情管控下生活了三年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选择移居海外 除了马来西亚外 泰国也是很多年轻人 论出国门的目的地之一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